这位置简直天衣无缝啊 之前不是分享了一期 藏在A点箱子里的方法 很多人说那位置不错 但是到了第二局大家都在那等你了 问题不大 第二局可以来我这个位置 比A点的那个还隐蔽 没错 就是这里 就算战士知道我的位置 也拿我没有办法 因为从墙面上看根本就没有我 肯定有人想知道怎么进去的 其实方法很简单 不过还是需要队友配合才行 你走到角落后 让队友拉满急跑顶你 然后你点一下跳 让队友也跟着你点一下跳 就概率可以进入围墙了 这里面的视野很不错 战士来了也抓不到你 想出去的话直接一跳就出去了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 一定要在变成超级猎手之前之举 不然变成猎手后是出不去的 哦对了 你们在进围墙的时候 可能会有概率掉进火车底 在这里就很危险了 跳拨出来就算了 战士一下就抓到你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去试试 好了 我是南米小猴子 视频节目后 还是那句实学台词 小小牛皮